净空老和尚,法语,是以持名所照之德无有量。经中给我们说了无量光,无边光一共说了十二圣号,同为阿弥陀的德号。这个十二光,我们后面会读到。汉译本则翻为无量清净佛,无量诀,无量清净平等诀,其中诀字与佛字正同,佛就是诀的意思。 以上多种圣号,贤曰无量,实实在在讲,佛的功德无量,智慧无量,神通无量,道理无量,依报无量,正报无量,庄严无量,说法化度无量,没有一样不是无量的。这个无量的意思,也就变成真的无量,无量的无量。 盖以是尊庙的无量,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,记住什么?佛是自己,不是别人。佛在此地告诉我们。 他成佛,正格无量,我们自性就是无量的,见性就是无量,真的是无量。法身菩萨各个都是无量,智慧无量,德能无量,功德无量,神通无量,样样无量,为什么不称阿弥陀? 因为他还带着有无始无明的习气。习气统统断尽,就称无量阿弥陀,阿弥陀是连无始无明习气都断前净了。无明断掉之后,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。 那怎么断法?就是在石暴土,时间长久自然断掉。你要想用个方法去断它,错了,那你不是提升,反而堕落了。 不起心不动念,这是无明烦恼断了。我在想断习气,不又起心动念,那就坏了,所以不可以起心动念。 那怎么办?随它去。要多少时间自然就没有了,三个阿僧奇节。这无量兽,这是有量的无量。 但是三大阿僧奇节之后,无始无明习气断前净,变成真无量兽,不带烦恼习气,完全回归自性,华言称为妙觉,等觉至上。 所以这是阿弥陀的本意,阿弥陀的真实意。所以是尊妙的无量,微妙的功德,德也可以称为能力。 所以它的德号亦无量,依依明中所含之德亦无量。 像前面讲十二光,讲无量觉,无量清净,无量清净平等觉,每个名号所包含的智慧德相都是无量的。 是以持明所照之德无有量,这句话是最重要的。照是招感,我们有感,佛菩萨有应。 念这一句佛号的功德无量无边,我们念的人自己不知道,念了几十年,念了一辈子,好像没什么功德。 原因在哪里?原因在我们对于这句名号不认识,不知道它有这么大的德能,不晓得。 我们念佛念这个名号的心是散乱心,随随便便念的,这个里头没有成净心,没有恭敬心,当然我们的心也不清净,也不平等,甚至心地连实善都没有。 佛号是念了,念的没错,招感值得有量,不是无有量。 如果我们用真心,真心没有妄念,没有杂念,我们用真诚心,用清净心,用恭敬心,念这句佛号那完全不一样,真有感应。 公路自,2014净土大兴科著第57集